今年休斯顿国庆筹备会的一项新尝试 国庆宝岛露天电影院 相信是许多海外侨胞来到这个美洲大地后 只闻其声 未见其隐 也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要亲身体验一下 美国露天电影院是什么样的情景 国庆筹备会合议中主任委员这一次大胆的尝试 可以让休斯顿侨胞相亲有机会感受 坐在车中看电影是什么样的滋味 这也许是您的第一次 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 为了这两天电影的播放 筹备会又是会议 又是现场模拟观赏 就是希望当天前来支持观赏电影的观众 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届时现场也将摆放驱赶蚊虫的蜡烛 让大家可以轻松的欣赏电影 我看看我找找看我们家有没有 就是那种白白的烟那种的 就是可以喷在小地上可以维持两三天 有这种东西 可是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身上喷 然后那个对那就我们的area就是点一些蚊香 蚊香哦蚊香去哪里拿 进场的观众如果无法从车中的收音系统接收到现场电影的声音 记得找筹备会工作人员协助 调整到正确频道 主办单位同时准备了爆米花 免费无线供应到用完为止 另外现场也将提供铁路便当待定服务 让来不及用餐的民众 在现场可以边看电影边享用晚餐 每一个车子都要调那个video嘛 radio嘛 声音 那个frequency 其实我在进场的时候可以给他们一个纸条 或者怎么样 OK 那这样子我想要请Kevin帮忙一起 就是说有的人你就算给他纸条 他也不见得调得出来 所以你们两位可能就是要在 就是巡视一下这样子 就是看看谁没上了 就是谁不能调或什么就帮个忙这样 小燕我的popcorn来了 我等一下带给你 你拿给我我的分装 那popcorn是 如果人家吃完了药就可以再给他吗 无限供应 无限电子的 要吃多少吃多少 9月25 26连续两天的电影播放 第一天六点前将有一场别开生命的首映仪式 随后上映翻滚吧阿信 第二场八点半开始放映大道成 由于乔教中心后停车场的车位有限 每一场都需要事先报名才能进场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